很多都知道,因为视角的不同,所以就经常可以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奇怪 就比如说人们在登上高山之巅的时候,往往都能看到意想不到的美景 也正于如此让很多人都爱上了登山这项运动 但除了在山顶眺望远方之外,坐在飞机上也能够发现一些美丽的景观 这不久一名男子在坐飞机的时候,偶然发现了地球之眼,连忙下去查看,竟然还是活的 自从飞机的出现,更是让很多人发现了一些新奇的事物 就比如说这名男子在乘坐飞机的时候,意外发现了一些神奇的景象 据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天眼一样,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于是男子连忙拿出手机进行拍摄,随后这名男子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甚至还亲自来到这个地方附近进行观察 这名男子看到了一个山坑,而在泥坑之中甚至不断地冒着炮 最后男子上网查阅了一下资料,才发现原来这就是传输中的泥火山 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,因为这座泥火山分布面积非常大的缘故 虽然在地面上看起来并不是东西引眼球,但实际上当你坐在飞机上 看到的这些景象的时候,就能够看到非常美丽的画面 真的是像一只巨大的眼睛一样 一了解这座泥火山就是位于俄罗斯地区的普加切夫斯基火山 也是因为附近地壳不断剧烈活动所形成的 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区